这座鱼塘一只鱼都没有 工人却将鱼塘翻了个底朝天 他们俯下身子 将身体全部泡在水里 紧留下头部探出水面 随着几名工人的不断向前推进 水中的怪兽终于浮出水面 工人将它们捞起 就放在了随身携带的网兜里 本以为捞到的甲鱼能卖个好价钱 谁料这些甲鱼个头都很小 只能个位数卖掉 养殖场老板更是急得头发晕 不过养殖甲鱼对于普通人来说 却很简单 给点水就能活的那种 甲鱼的繁殖季节 两只不同性别的甲鱼 就会发生暧昧关系 大型的养殖场 不会让它们自由恋爱 为了防止近亲交配 养殖场会从外地进口新鲜供甲鱼 交配后的母甲鱼 两周内就能产卵 在养殖场内 工人会搭建专门的产蛋间 给这些鱼进行产卵 还没等甲鱼蛋孵化 工人就要收走它们 但不是把它们吃掉 工人会准备一些泥土 将这些蛋盖起来 这些泥土绵软细腻 相比池塘边的泥土 保温效果会更好 经过20到30多天的孵化 小甲鱼就会破壳而出 令人头疼的问题也就出现了 大型养殖场 习惯一次性孵化 超过100万枚卵 而孵化后的蛋 则会集中在一到两天内 全部破壳而出 习惯找水源的小甲鱼 爬得到处都是 一不小心 工人就会将它们猜死 不过聪明的养殖场老板 却想到了好办法 这些甲鱼一出生就选择自杀 这是它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它们爬上斜坡 耗时20多分钟 才能爬到顶端 然后一跃而下 幸好斜坡的另一面是一盆水 跳下去的小甲鱼 基本安然无恙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虽然坡度不抖 某些小甲鱼 就永远停留在了斜坡上 能爬上坡的甲鱼 活力都是相当好的 就这一盆的优质甲鱼 光卖苗就能卖上个一万多 体力不支的甲鱼 并不意味着会死掉 工人会将它们分吃饲养 卖个正常假 随着养殖经历的不断投入 却出现了大量死甲鱼 养殖场里的活甲鱼 个头也逐渐参差不齐 不过经过养殖场老板 日夜不停地蹲守 就能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甲鱼属肉食动物 非常凶猛 也喜欢同类相残 作为水中的平头哥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打架 抢夺食物在打 谈恋爱时候在打 上厕所时候还在打 养殖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就会将不同大小的甲鱼 分开来饲养 为了确保甲鱼的个头一致 养殖场会在水中 垫上稍高的瓦片 在投喂甲鱼时 工人就会将瓦片周围的灯打开 甲鱼也是趋光性的动物 到了饭点就会聚来吃饭了 等甲鱼转移至户外后 工人给他们投喂的食物 一般都是一些便宜的螺飞鱼 福寿螺 或者一些蚯蚓 不过养殖场认为 这些食物价格还是太高了 市面上最便宜的猪肝 才是最好的选择 甲鱼平时也非常爱吃 除此之外 养殖场每天都会对池塘进行换水 丢下去的动物饲料 难免会腐败发臭 并产生细菌 不换水 甲鱼也过得不好 会出现大面积死亡 这些白色的小球 就是正宗的王八蛋 它们表面上和普通甲鱼蛋 没有任何区别 但繁殖出来的甲鱼 能无限地接近于野生甲鱼 就能多卖几十块 养殖场每隔几天 都会运来几筐罗飞鱼 却不是给甲鱼吃 工人将罗飞鱼投入水中 这些鱼随后 就会将甲鱼的食物吃掉 甲鱼喜欢吃罗飞鱼 于是就追了上去 罗飞鱼游泳速度 会大于甲鱼 能追上的甲鱼 寥寥无几 但这些甲鱼并不会停止追逐 充足的锻炼 会让这些甲鱼 长出诱人的肌肉 这就是口感好的关键 不过要炼出这种肌肉 更需要充足的蛋白 普通的鱼肉 不但贵 还难以提供充足的蛋白 不过养殖厂老板发现 人们喜欢用猪肝钓甲鱼 于是老板就破例 用猪肝做起了甲鱼的主食 不出所料 猪肝作为主食 果然养殖厂中的王八 体力大增 将一只甲鱼拎起来 能不断地咬住 其他甲鱼的尾巴 并且还能咬上四 五个之多 这样的甲鱼 经过消费者 与市场的验证 通常一个能被卖到200 为了对得起这个价格 收获期也稍长 在收获时 几名工人会进入水中 抛出水底鱼泥中的甲鱼 由于甲鱼藏在泥底 用钓干钓太浪费时间 只能由工人亲自上阵 在捕捞时 工人需要排成一排 将水下的甲鱼排查干净 新上手的工人 一般会被甲鱼咬到 但老工人手法就会十分的娴熟了 采收到的甲鱼 随后就会被工人送到批发市场进行销售 而普通人养只甲鱼 也就一到两只而已 不必担心甲鱼自相残杀问题 甲鱼十分抗躁 只要不打架 绝对能养得活